這塊東西改良了這麼久 終於很多人都拿到手了 之前阿玲有一條影片都已經非常詳細地介紹過 在拍照來說 這塊 Revelring 其實都頗有幫助 今天我就要在這個 Video 層面 看看這塊東西究竟是否真的這麼有用 我們自己拍片來說 每天都基本上是要用 ND 這件事 詳細是怎樣解釋呢 都免得說這麼多 總之呢 以前除了是用一些漸變的 ND 之外 亦都是會用這些副廠出過的 來自 ND 的 Adapter 如果是用 Sony e-mind 的相機 其實就可以用這隻 就可以在鏡頭之間加到這個 ND 在裏面 這個好處就是 你就這樣加進去之後 純粹就是要換鏡頭 就這樣拿著鏡頭出來再換就可以了 這個是非常之方便的 不過呢 Quality 來說 我就覺得 不知為何看起來是差一點 當然是因為它會有偏色 還有就是 那塊 ND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漂亮呢 這麼高質呢 真的很難說的 但是在做事來說 其實真的要方便為主 如果只是考慮影像質素的話 很多時候 在速度上 就真的會輸給人 所以這個 內置 ND 的 Adapter 其實都挺常用的 今天首先我們就試一下 這個 內置 ND 的 Adapter 再比較一下這個 Revel Ring 大家在影像質素上面究竟差多少 現在我們首先就用這個 A7 R3 再配合老蛙的 100mm Macro 這張照片就是完全沒有加Filter的解像力 首先就試一下 HNY 的這塊前置可變 ND 可以看到解像力已經是有明顯的下降 接著就看看這個內置 ND 的 Adapter 解像力就很明顯提升了 還有這個 Adapter 本身有電子接點 所以是可以控制到鏡頭的光圈 以千多元的價錢來說 真的非常實用 最後看看 Revel Ring 解像力方面 就是現在我們試的這三樣東西之中是最高的 整體來說 跟沒有用Filter的時候 都真的非常接近 所以在解像力的影響上 Revel Ring 是最少的 任何玻璃加在鏡頭前面 都會有不少不少的偏式 現在我們就試一下在這個環境 測試一下這幾塊Filter 加進去鏡頭之後 這個色溫會差多少 為什麼不在室外的實際環境 要在室內試呢 因為這些Filter之間 其實是可能差幾百K的色溫 所以我們就嘗試一下 在一個穩定一點的光源底下 去做這個測試 就會比較公平一點 首先我們這部相機的Wide Balance 就設置了5000K 首先是HMY的可變ND 它呢 就是偏黃了大概450K 來自ND的Adapter 就偏黃了500K Revel Ring 就少一點 是偏黃了350K 所以三款Filter 都是會有偏黃的現象 不過Revel Ring 就稍為贏百多K 最後一樣要看Filter 對鏡頭的影響 就是抗原光的能力 因為始終多了幾塊玻璃 出現Flair的機會都會大很多 我們先看看這支Sigma 51.4 在沒有Filter的情況下 抗原光的能力是怎樣 現在就是安裝了H&Y的前置可變ND 除了可以看到前面說安裝了Filter 畫面會偏黃之外 這支Sigma 51.4 是會很奇怪地變成偏藍的 而且去到光差不多直射鏡頭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鬼影 接著就到這個內置ND的Adapter 整體來說我就滿意它的表現 除了畫面有少少霧化之外 就算光直射鏡頭 都沒有出現很明顯的鬼影 最後就到Revero Ring 我覺得表現是在前面的兩者之間 畫面上沒有很奇怪的編色 但在某些角度就像前置Filter一樣 都會有那個鬼影 可以看到這款的漸變ND 其實在質素上就是三樣東西之中是最差的了 但是因為很多廠商 其實已經出了很多很多不同款式的漸變ND 我們亦都不可能每一隻都拿出來測試 所以剛才的測試 是可以大家拿來做一個小參考 如果你真的試過有一些非常正 非常漂亮的漸變ND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看完質素都要看回操控的方法 因為我們要拍攝的時候 要加一些前置的ND 以前都是放在鏡頭前面 其實這塊Revero Ring的操作原理 都是差不多的 要用這些漸變ND 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是減光之外 就是因為這些相機鏡頭 如果拿來拍片的時候 它的光圈環動的時候 是會跳的 整個畫面是會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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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全接受不到的 所以要用這個漸變ND 來取代了一個 類似漸變式的光圈 這樣的用法 講回這塊Revero Ring 如果我要拍片的時候 其實放在前面之後 如果我要做一些光暗的調節 其實就要在前面扭這個圈 不過這個圈這樣扭的時候 我就試過很容易會把整塊東西扭出來 我已經試過差點在室外 整塊Filter掉了出來 因為我們拍片 就不同是拍照 因為你拍照的時候 你可以是落腳架 設定了一部機 然後調校了你需要的ND深淺度 才再拍照 但是我們要用這些ND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要面對的環境 就是會有光暗的漸變 所以是會是不停的 可能要微調這塊ND 當你由順時針由逆時針扭的時候 就有機會扭到它飛了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在應用的層面上面 如果我要用這塊Revero Ring出去 衝鋒陷陣的話 基本上就真的不太好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它是一塊ND加CPL的Filter 當我要拍一些電話螢幕 或者電腦螢幕的時候 就很有機會 會看到畫面上面 是有一些好像彩虹紋的顏色出現 所以當要拍一些照片的時候 這塊Filter也是會用著的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我真的要用Sony EMI的相機來拍攝的話 都是要用這隻有內置ND的Adapter 才能做得到 那這塊Revero Ring呢 我就覺得還有一點點缺點 如果要真的拿它來拍攝的話 除非真的放定定下三腳架 那就會有一點點作用 如果不是呢 要衝鋒陷陣 我還是不太考慮它 總括來說 你要拍眼照拍一些長部的話 拿這塊Revero Ring 去配搭你不同的口徑鏡頭來用 都是有一點點方便的 但是暫於我用來拍攝的立場來說 我暫時真的不會太考慮 在這塊Revero Ring 在這塊Revero R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